NVIDIA创办人黄仁勋无疑是今年CES还有Computex的热门人物 NVIDIA如今跨足AI人工智慧VR虚拟实境和自驾车三大领域 那么被认为是下一个苹果公司 这位来自台南的台湾人已经成了矽谷半导体产业不可忽视的新兴势力 回想40多年的往事操着黄氏幽默英文 现年54岁的黄仁勋是全球世战第一的绘图晶片大厂NVIDIA的创办人 中文虽然不太会说 但他可是不折不扣刀刀地地的台南英娜 黄仁勋生于台湾9岁移居美国 1992年取得史丹佛大学奠基工程硕士学位 在于AMD超委工作 1993年与合伙人共同创办NVIDIA 2011年NVIDIA投入人工智慧 开创新成长动能 黄仁勋从PC起家 25年打败众多竞争对手 尽管2014年进军手机CPU惨遭滑铁炉 但迅速直写承认失败 大数据云端计算 AI概念的兴起 NVIDIA的GPU地位越来越重要 自驾车高速行事 瞬间捕捉周边物体进行分析 如今包括脸书 特斯拉 兵士奥迪 全球多达3000家人工智慧公司 通通选择在NVIDIA的平台上 开发应用 可以说没有它 人工智慧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速 最主要是挥达它所着重的一个GPU 那么在目前的人工智慧当中 能够发挥这个所谓的一个多功能 而且可以达到一个低功耗的一个需求 2016年NVIDIA股价暴涨230% 被誉为是下一个苹果公司 在竞争激烈的西股半导体业界 成功站稳脚步 来自台南的黄仁勋 功不可没 始终穿着皮夹克的他 这股黑旋风正在带领业界向前冲 新大电视综合报道 MING PAO CAN actively说 YING PAO CAN K玩